bueno 大家好 我是貓麻 我們今天要來拍知識篇 那這一集呢 有想了很久 那預計還會再出下一集 如果有新的東西 貓麻這邊也會再繼續拍一些剪影的一些小技巧 那自從之前呢 對音鬼之後 其實還蠻多高雷的YT 開始找像貓麻 這邊去做詢問剪輯等等一些小技巧 到底要怎麼做 包含說有人也有關注我的影片 也有觀看我的影片 我發現為什麼可以把一些特效全部都弄得出來 除了檢印之外的 他們有發現說有些特效他們弄不出來 那今天媽媽就要帶大家 如何去做一些更多特效的層次 首先我們先來到我們的一個畫面 我切一下 好 各位這個是我們檢印的一個畫面 好不好 那媽媽呢先隨便拉一部影片進來 好了 好 隨便一部 隨便這一部 那這一部呢就是媽媽在拍 那個卡片的一個部分 好像沒有什麼人臉的部分對不對 換一個 好 那我們就用這一部時間有點長 我們用短減短一點好不好 好 OK就這個樣子 我們拉長一點 十幾秒 就注意讓我們解釋很多東西了 首先呢各位 在套用一些東西的時候 會發現說有些東西會追著人臉 好比說我們的素材包 好 有沒有看到 他就自動把你放上去 那有些位置要怎麼擺等等之類的 例如我這樣好了 好 我們就按個右鍵解除素材包 好 我們就可以開始調位置 閃電的阿等等之類的 打雷 雷吉也可以調 對 雷吉 他都可以去做一個調整的動作 我看一下雷吉有沒有辦法調 雷吉好像不太行 對 它是一個特效 但是這個阿你就可以特別去調阿 位置阿 怎樣阿 轉向阿 或是怎樣都可以阿 這樣 好不好 類似像這樣 音效你也可以特別用 或是各位如果不想要音效 你可以把它拿掉 就只會有這個 對 但是不太好看阿 對 這是其中一個上 特效的一個方法 好 那再來呢 各位 如果假設我今天在開開箱影片 好比說這一部 我今天想在哪裡拍開箱 就在哪裡開開箱 好比說 我今天想在天堂開開箱 沒有問題 點一下我們的影片 好 選擇第二個摳像 選擇智能摳像 好 我們就按下Play 哈囉 大家好 各位 有沒有發現 我們今天要來拍開箱 有沒有 我的背景黑掉了 怎麼辦 還不簡單 我們放上我們的背景 勸舉一下 勸舉一下 欸 我在天堂拍開箱 欸 沒錯 是貓麻 我們今天要來拍開箱 欸 對 我們今天要來開天堂 不是 OK 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我可以用智能摳像的一個方式 就是把我的人物放在任何一個地點 假設你今天要裝個跑步 你可以故意拉一個跑道啊之類 然後你把這隻能摳像放上去 那可能如果你有個洞 的話是馬路在跑的時候 欸 如果你可以配合那個速度 也是一個方法之一 但是這個可能在搞雷會比較少用到 這倒沒有關係 好不好 我們就先取消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 也有人曾經跑來問我說 欸 我會有一些什麼拍手畫面等等 背景之類的 你是怎麼做到的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們這邊會有個媒體 那這邊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東西 可以讓你使用 其中一個叫做綠幕 我們就點下去 點下去 這邊各位就可以看到了 好比說 欸 這個是大家比較常看的稻章 我用的 我就給它放上來 然後呢 怎麼辦 欸 擋住了欸 好 沒關係 這邊 一樣 點下去 點選到摳像 擷取顏色 點它 這個深度越高 就會越明顯 我們就可以這樣放了 好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不好 非常一個簡單的一些小技巧 對啊 各位這些摳像什麼都可以放 或是你要擺這個上去 也是可以的 好不好 好啦 那我們這一個 簡單的一個摳像影片教學 以及比較素材包的一個介紹 大概到這邊 喜歡記得按下喜歡 按下訂閱按下讚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囉 各位 掰掰 來to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